无论男女能否活到九十岁,七十岁的这个特征是关键。 七十岁是老人寿命的决定期,很多人过了七十岁后,没过几年就去世了。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,是因为七十岁到了身体全面衰老的年龄,各种疾病如高血压、糖尿病、癌症、关心病、中风、老年痴呆等疾病都容易找上门来。 这些疾病成为老年人长寿路上最大的绊脚石。 人到晚年,每个人都希望身体健康、长寿。 我们常常羡慕九十岁以上的长寿老人,尽管岁月已经垂垂而至,但他们依然精神绝朔,神智清明,身体硬朗,展现出了人生长寿的真正奇迹,为百岁可期,留下了美好的希望。 那么,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? 无论男女,人到七十岁这个关键期后,能否活到九十岁,往往取决于下面这五个生活特征。 第一,看睡眠质量。 睡眠对身体的影响是全方位的,一个好的睡眠,能有效保护人的身心健康,严防衰老,促进长寿。 能够快速入睡是身体健康的一种由内而外的表现。 长寿的人往往有很快入睡的能力,而且睡觉时呼吸平稳,没有半夜惊醒,没有失眠,基本可以一觉到天亮。 而且睡醒之后,整个人感觉特别放松,特别舒适,完全没有任何疲惫感,给人的感觉也是精神抖擞,精力充沛。 所以,一个老人要想更长寿,首先要每天能睡个好觉。 一般来说,老年人最好每天能保证七个小时的睡眠时间,而且睡眠质量也要不错。 到了七十岁,一些老人的睡眠质量差,晚上只能睡五个小时甚至更少。 长期睡不好,会让老年人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变得很差,更会影响免疫力和内分泌系统的稳定性。 第二,看活动能力。 七十岁以后,如果依然能坚持运动,运动时没有呼吸困难,没有胸痛,没有关节疼痛或活动障碍,那么恭喜你。 在生活中我们发现,很多人到了七十岁,就会变得懒散,不想动。 但事实上,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,适用于任何年龄阶段的人,老年人坚持运动也会给身体带来非常大的好处。 一旦没办法运动,关节僵硬,肌肉萎缩,血栓等疾病都会找上。 值得注意的是,每个老人身体情况不同,因此要结合自身情况,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运动方法。 比如散步、漫步走、打太极、或游泳等,是适合一些运动不太方便的老人去做的。 第三,看胃口。 七十岁以后,胃口是至关重要的。 身体很健康的老人,往往胃口依然很好,吃饭时没有异常的腹痛腹脏,极恶心呕吐。 由于摄入的营养比较均衡,老人的体重也能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平。 七十岁以后,很多老人连小半碗饭都吃不进去了,因为饭量少,人也变得消瘦。 太瘦不是一件好事。 很瘦的话,会导致营养不良,直接会导致老年人的免疫力下降。 此外,对于老年人而言,如果突然出现不明原因的胃口变差,同时伴有消瘦, 这个时候,一定不能忽视,要高度警惕疾病。 比如,老年人罹患癌症以后,主要表现可能就是食欲差,消瘦。 第四,看大脑反应能力和学习能力。 老年人是否具有长寿的体质,大脑的反应能力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。 思维敏捷,记忆力好,学习能力好的老人往往更易长寿。 到了七十岁,如果大脑反应迟钝,或者记忆力,计算力变差, 这个时候,一定要警惕老年痴呆症的发生。 很多人到了七十岁,连家人都不认识了。 他们的世界,暗淡无光,这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老年痴呆。 第五,看精神状态和心态。 七十岁后,心态依然很好,把死亡看得很淡,努力活好每一天, 保持良好的情绪和精神状态的老人,往往更能长寿。 而精神违逆,情绪糟糕的老人,则不易长寿。 七十岁以后,必须要面临的一个话题,就是死亡。 有勇气直面死亡的人都是强者。 因为明天和意外,你永远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。 二,怎样做才能获得有助于长寿的五个生活特征。 第一,对于提高睡眠质量,建议每天固定时间上床和起床,保持规律的作息。 睡前避免饮用含咖啡因的饮料,如咖啡、茶等。 同时要创建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,避免噪音和光线的干扰。 总之,保持良好的睡眠质量对老年人的健康至关重要,有助于身体各项机能的正常运转。 第二,对于保持和提高活动能力,建议每天进行三十分钟的散步,有助于心血管健康。 以及参加太极拳、瑜伽等低强度的全身运动,增强平衡能力和柔韧性。 如果条件允许,可以选择游泳,每周二至三次,保护关节的同时,提升心肺功能。 总之,人老了,保持适当的活动能力,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,还能延长寿命。 第三,为了始终有个好胃口,建议多摄入富含纤维的食物,如水果、蔬菜和全穀物。 帮助消化。 避免吃过多加工食品,选择新鲜、自然的食材。 另外,吃饭时做到小份多餐,避免一次性进食过多,减轻胃肠负担。 总之,保持良好的胃口和营养摄入,是维持身体健康的基础。 第四,在保持大脑反应能力上,建议每天花一些时间进行阅读、写作或解谜,提高思维活跃度。 并学习一些新技能,如乐器、绘画、烹饪、手工艺、原艺、音乐、舞蹈、瑜伽等,以保持大脑的灵活性。 总之,提高以上做法,努力保持大脑的活跃状态,有助于预防老年痴呆和其他认知障碍。 第五,为了始终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和积极的心态, 一是建议培养新的或继续追求自己已有的兴趣爱好,如绘画、音乐、园艺等,以激发自己内在的生活动力和人生乐趣。 二是始终不脱离社会,保持与家人、朋友和社区的联系,参加一些社交活动,可以加入俱乐部或志愿者组织,在分享经验和快乐中减少孤独感。 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情绪健康,是长寿的重要因素。 结语 70岁是寿命的决定期,无论男女,能否活到90岁,要看以上这五个特征。 希望本文提供的建议能帮助您或您身边的老人保持健康,延年益寿。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,为自己和家人创造一个健康、幸福的晚年生活。